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章十一到二十八节 祭司以色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 和赐以色列之律力的文士 亚达薛西王赐给他们御旨 上面写着说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 达于祭司以色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 云云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 祭司立位人 凡甘心上耶路撒冷去的 我将只准他们与你同去 王与七个谋士既然拆你去 照你手中神的律法书 查问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又带金银 就是王和谋士 甘心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神的 并带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 和百姓祭司乐意献给耶路撒冷他们神殿的礼物 所以你当用这金银 急速买公牛 公绵羊 绵羊羊膏和铜线的宿祭 奠祭之物 献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 剩下的金银 你和你的弟兄看着怎样好 就怎样用 总要遵着你们神的旨意 所交给你神殿中使用的器皿 你要交在耶路撒冷神面前 你神殿里若再有虚用的经费 你可以从王的府库里支取 我亚达缺席王又降止于 和西的一切库官说 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 无论向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速速地备办 旧式银子直到一百他连德 麦子一百科尔 旧一百罢特 由一百罢特 言不计其数也要给他 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 当为天上神的殿详细办理 为何使愤怒 灵道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我又小遇你们 至于祭司、立位仁、歌唱的、守门的 和尼提宁 并在神殿当差的人 不可叫他们进贡、交课、纳税 以斯拉阿 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 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 立为世师、审判官 治理何惜的百姓 使他们教训一切 不明白神律法的人 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 就当速速定他的罪 或致死或冲军 或抄家或囚禁 以斯拉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使王起着心意 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士 并大能的君长面前施恩于我 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亚达薛西王 他为以色拉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我们读了的时候 我们发现以色拉真的是在王的面前蒙极大的恩宠 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王真的 好像非常的爱这个以色拉 在这里十八节说 剩下的经营呢 你和你的弟兄 看怎么好就怎么用 总要尊责你们神的旨意 然后甚至在二十一节说 我亚达薛西王又降旨于 和西的一切库观说 通达天上神律法的文士祭司 以色拉无论向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数数的备伴 就是银子直到一百他连德 麦子一百科尔 九一百巴特 有一百巴特 言不计起诉也要给他 哇感谢神 我们看到在这里 以色拉几乎是有求必应 那我想以色拉能够在这个王的面前 蒙极大的恩宠 但我感觉到就是说 人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信任 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 他会因着这样的信任 而愿意他不论求什么 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 为什么因为我完全的相信你 所以我们感觉到以色拉 他的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些特质 是让王非常的信任他 所以我们就是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每一个被神重用的工人 被神重用的这些仆人 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的特质 就像但以理 他在王的面前 也是蒙恩宠被信任 但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 就是在他们身上 几乎是找不到缺点 有人想要陷害他们的时候 有人想要找他们把柄的时候 是找不到的 在《使徒行传》六章三节这里讲说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 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 我们就发现神用人 好像有一个条件 我们会想说 第一个可能他的属灵恩赐 第一个可能他的财干 但是没有 在他们选指示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有好的名声 能够在人 在神的面前 都是蒙恩宠的 其实我们会知道 在今天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就好像当时 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那样的一个 被辱的这样的环境 一样的 好像他们是弱势 他们是微小的 他们是寄居在别人的地上的 但是他们却在那寄居当中 能够蒙击大的恩宠 而且是被信任的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 基督徒开始需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不再只是好像把自己做好 或者是我们不再只是 每一天堵神的话语祷告 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活 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有话语权的生活 我们发现在今天 这个世代 基督徒常常是没有声音的 在媒体 在政治 在经济 在很多领域 里面听不到基督徒的声音 听不到神公义良善的声音 听不到神的旨意被宣告出来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都能够像以色拉一样 让上帝 祂的恩宠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在君王的面前 是有影响力的 让我们在媒体 在经济 在政治 在各个领域 是有影响力的 来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呢 以色拉在27节这边 他对神所发出的颂赞 以色拉说 耶和华 我们列祖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祂是王起这心意 修饰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又在王和谋士 并大能的君长面前 施恩于我 因耶和华 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得以坚强 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我们看见了 以色拉他并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讨好王 或者是去讨好人 而他感觉到 对以色拉来说呢 最重要的不是王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什么 跟神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 比在王的面前 谋恩宠 还要更重要的 其实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就像以色拉他说的 这是上帝成就的旨意 是上帝感动王 是上帝感动这些君长 甚至上帝感动这些人 跟我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一起来做这些的工作 所以他感谢上帝 因为他知道 神是掌管人心的神 但是我们发现 有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了问题 我们可能就 花很多的时间去想办法 甚至去讨好人 寻找地上的帮助 寻找一些我们所谓的贵人 能够帮助我们 帮我们一把 能够让这个事情 更顺利的成就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却忘记了 向这位全能的上帝祷告 因为他才是 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神 我在还没有开脱教会之前 曾经我在乌克兰宣教 一年的时间 那时候呢 我就是在基辅首都 这个地方宣教 那我在那边一开始的时候 是住在比较乡下的 这个一个租来的房子 在那里居住 但是在那段时间呢 因为宣教步到传福音 很困难 所以后来我得到一个消息说 我们其实是可以 透过一些方式 进入到那边 有一个总统大学的 里面的学生宿舍 我心想这太好了 如果我可以进去到 这个大学里面的宿舍 我在那边传福音就方便很多 于是我就找了一些学生来讨论 然后我也找了一些 在当地一些有影响力的生意人 我来问他们 要怎么样来成就这些事情 然后他们也都觉得说 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兴高采烈的去 尝试了很多的方法 我们发公文 我们找人 我们请一些人来帮我们 进去跟学校里面疏通啊 讲很多的这些话 那个时候呢 好像门一直都没有开 遇到很多的挫折 遇到很多的困难 后来我感觉不对 神其实不要我去找 那么多的方法 找那么多的人 我应该来找这位上帝 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 后来我们开始 找了这些学生一起来 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相信 上帝要我们进去 学校里面传福音 这是他的心意的话 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门的 所以我们开始迫切地祷告 当我们开始迫切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门打开了 果不然过了没有很久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搬进到 那个总统大学里面的一个学生的宿舍里面 我在那有一个房间 然后我们在那里 好像成为我们一个宣教的基地一样 在里面传福音 在里面关怀 也邀请很多的学生去到那里 在那里跟他们分享神的爱 感谢神 我发现当我们把神摆在首位 当我们依靠神 当我们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很顺利很通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你透过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 比地上一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跟你的关系 我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都来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都来在你的面前 来成为主你手中的器皿 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 都可以成就 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